所以案发当晚 在死者家中很有可能还有另外一个人 小月 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但是我知道你不会离开我的 你舍不得 对吧 小月 我们永远在一起好不好 我警告你老实点 小月 小月 今天到这儿吧 等等 你去问她 那天晚上 有没有在玄关附近攻击孙小月 你有没有在家里的玄关打过我 我不知道 那你有没有 按着我的头去撞过墙壁 对不起 小月 对不起 你原谅我好吗 为什么就你原谅我 刘雨珊她精神恍惚 虽然嘴上一直说是她杀害了孙小月 可她从来没有提起过杀人细节 可能案发当晚她确实带着杀医去找了她 可她并没有杀人 所以也就没有是用所谓的杀人细节 但现在可以确定的是 刘雨珊她确实是弃食者 但杀害孙小月的人 未必是她 物证方面呢 刘雨珊承认自己撞击过孙小月的头 可孙小月的身上并没有对冲伤 但奇怪的是 我们在玄关的墙壁上 发现了浅血和毛发 这就说明有人确实撞上过墙壁 会不会是她记错了呢 她的精神方面可不太稳定啊 就算她真的记错了 那墙壁上的毛发还有浅血 又是谁的呢 那玄关上的毛发 浅血剪裁做了吗 已经做过了 她要的DNA提取结果也会出来 朱月 来来来来 我们部门已经确认过了 刘雨珊参与网络赌博欠的三十万赌债 孙小月确实换上了 孙小月给他人带过孕 如果刘雨珊的供述真实 那么案发当天晚上 孙小月应该是携带着他人的孩子 准备和刘雨珊逃离本事 但是没有想到刺激了刘雨珊 引发了她的精神病 现在什么情况 你别打断她 你接着说 假设说我是孙小月的雇主 你觉得我会让孙小月 带着我的孩子 白白逃离这里吗 你的意思是说 雇佣方也有作案的动作 没错 所以案发当晚 在死者家中很有可能 还有另外一个人 这个人有重大的作案嫌疑 不排除顾问方 你的意思是说 案发当晚除了刘雨珊和孙小月 现场还有一个人 没错 而且这个人不是目击证人 还有可能是真正的凶手 你们这么一说 那刘雨珊岂不成背窝侠了吗 我去 我到底错过了什么 刘雨珊是否作案 还要看物证角度给予的确认 她不是说 她把凶器扔到井里了吗 你们去找了吗 找了 从孙小月家到排水洞沿途里 对阵在排查每一口径 我到底错过了什么 赶紧跟我说一说 剩下的就麻烦陈主任 来给你补课吧 推我回去吧 好 主任 我们先出去了 好 回吧 坐稳了 我一下有人推我回去